早安,我是梁思齊。 機場航班資料顯示系統6月1日故障近12小時。 機管局承認當時連第一個後備系統都壞了, 要用大約2小時啟動第二個系統, 亦即是冷後備系統。 情況不理想,日後會縮短。 機管局在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進一步交代6月底機場航班資料顯示系統一度失效事故, 說本身有一個主系統、兩個後備系統, 分為可以無縫交接的熱後備和一個冷後備。 最終主系統和熱後備都出事。 主席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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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會用甚麼去補救呢? 為甚麼不能啟動呢? 因為我們設計方面也有個失效 就是這個冷後備都用同一個網絡去供應 去支持這個顯示屏 所以我們今次做了甚麼呢? 我們現在是啟動一個完全獨立的冷後備 即是說我不會經過原本的途徑 我們用一個冷後備 冷系統用兩個小時啟動是不理想的 我們希望內部定了半個小時內能啟動 這件事我們會繼續努力 這是承諾你的半個小時 他又承認事發當日要用手寫白板的方式顯示航班資訊 觀感不太好 會救入流動電子顯示屏取代 又說已經委任獨立顧問 全面檢討並提升關鍵資訊科技系統的基礎建設 預計春年年底完成 無線電視記者劉慧儀報導 英國教育刊物泰吾士高等教育公布 最新世界大學排名 本港五間大學排在台100位 最少三間排名上升 其中中大排第44 比去年上升9位 是中大在那個排名榜推出以來最高的排名 成大位列80 比去年上升2位 港大集牌第35和去年一樣 太陽市高等教育根據五項指標 來定最新世界大學排名 包括教學、研究環境、研究質量、產業和國際展望 今年全球115個地區一共有2,092間大學上榜 比去年多大約180間 港大有團隊研究發現 以不同類別的抗生素和秘基藥物聯合使用 有後解決部分抗生素耐藥性的問題 近年濫用抗生素造成耐藥性的問題 越來越嚴重 導致超級惡菌出現 一旦感染就難以傳遇 就算用抗生素都無效 港大法學團隊針對這個情況 研究將不同類別的抗生素混合秘基藥物 例如水羊酸鼻 即是用來治療胃部不適 消化不良的藥物使用 初步發現 可以擾亂甚至消滅其中一種抗藥性高 能夠引致肺炎、尿道炎的危險細菌和綠甲丹包菌 並且重新恢復多種抗生素的殺菌功能 團隊說應用在小鼠的實驗之後 小鼠肺部的細菌定值顯著降低 亦都提高了它的生存率 在2019年日本剛剛批准的一個新的抗生素 用了三年以後臨床上也發現它的抗藥性 我們用類似的方法也可以解決 超級菌感染在社區或者社會上大規模爆發後 我們有最後一個方限 不同的抗生素細菌它的抗藥性原理也不一樣 所以我們不可能說完全把所有的抗藥性 都可以去恢復到它的活性 至少目前為止 我們把銀床上藏用的幾大類我們可以做到 他說那幾項大類包括四環素類、大環內之類和六媒素等 有關發現已經在國際學術期刊自然微生物發表 視乎有沒有研發之詞 再決定幾時應用在人體臨床實驗 但估計都要幾年時間 無線電視記者彭永熙報導 全國人大前委員長、博物院前副總理吳邦國 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4歲 吳邦國生前曾經訪問香港 說對香港前景充滿信心 吳邦國同志因病醫治無效 於2024年10月8日4時36分在北京逝世 享年84歲 央視新聞聯播讀出由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的副告 形容吳邦國是優秀的中共黨員 中共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 形容他的世世是中共和國家的重大損失 要化悲同為力量 學習他的革命精神和優良作風 吳邦國是安徽人 曾經就讀清華大學 在上海工作多年 曾經擔任上海市衛書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中央書記處書記等等 1995年出任國務院副總理 兼任國務院三合工程建設委員會副主任 2002年開始出任政治局常委 第二年出任全國人大委員長 又擔任中央憲法修改小組組長 主持制定修改反分裂國家法等多項法律 吳邦國在2000年和2006年 先後以副總理和全國人大委員長身份訪問香港 他曾經說對香港前途充滿信心 一國兩制是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最好的制度安排 不僅是解決香港回歸問題的基本方針 也是香港回歸以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基本方針 吳邦國在2013年退任 他最後一次出席公開活動 是2021年的中共成立100周年慶祝大會 無線電視記者曹家榮報導 明報寫平 本港零售業陷困 剛剛過去的內地十一國慶黃金周長假期 訪港內地客雖然多 但是零售業界形容是旺丁不旺財 內地旅客消費模式轉變 愛有爆買狂潮不在 然而就算內地客消費力未來逐步恢復 如果香港商品和服務既沒有特色 亦沒有價格優勢 性價比又不高 內地客依然不會考慮在香港大手消費 香港禁物天堂招牌退息 牽涉港人匯率偏強 造金成本偏高等等因素 零售業需要推陳出身爭取顧客 政府亦需要思考零售業改革的問題 協助業界走出困局 信報寫平 華雲唐傳線結業是其中一個引人深思的信號 香港必須千方百計尋求經濟轉型 零售業界該當考慮如何來過華麗轉身 投入網購市場或是一條出路 北上消費和外郵消費 無疑導致部分本地購買力流失 但就算港人不北上又不外郵 實體店也未必能夠吸引消費者回流 消費習慣改變的情況下 數碼轉型是化危危機的辦法 政府亦以從旁協助為業界提供相應的政策支援 又到中華旅人的時間 重慶被譽為站在恐龍脊背上的城市 在29個區縣的70多處發現恐龍化石線索 這處全球單體最大的豬羅紀恐龍化石牆正式開放 在雲陽恐龍化石圍指館 這塊約1320平方米的化石牆展示近5000塊化石 涵蓋頭骨、牙齒等多個部位 已確定瘦腳類、劍龍類等五大類恐龍化石 它是我們全世界最大的豬羅紀單體恐龍化石牆 在這裡呢我們公眾可以來感受一下 我們1.651年前我們一個軟骨的生命 也就是我們地球上上一人霸主他的熊隻 然後在這個地方他也可以跟我們的軟骨生命進行對話 感受我們這樣一個就是生命引化過程中的不同的一個精彩 以前我只能在課本和書裡面見到這些化石 這是我第一次在現實中見到他們 感覺非常正好和喜歡 雲陽恐龍動物群是重慶目前發現恐龍化石分布最密集的地方之一 化石群距今約1億7500萬年至1億6100萬年 橫跨四個鄉鎮18.2公里 被業界稱為世界恐龍化石長城 無線電視記者陳雨喬報導 第15屆全運會和第12屆殘疾人奧運會 其第9屆特殊奧運會春年舉行 項目包括輪椅舞蹈 廣州近日舉辦推廣活動 即使坐輪椅都可以舞出一片天 梁巧鎮曾經在殘運會贏過三金一銀 正在備戰七年的比賽 看著跳的時候是真的自己沉浸在音樂當中 就很開心 很開心這個項目能夠納入全運會 對自己的壓力要求也會更高 然後盡最大的能力拿 希望是拿到牌 廣州今次推廣活動 一共八支來自全國各地的舞蹈員參與 切磋技藝 作為一個演繹也罷 作為一個經濟也罷 我認為這是對殘疾人的一種非常豐富生活 和提高自我自信的一種非常好的方式 轉白方仲向參與者講解輪椅舞蹈項目發展趨勢 並且邀請國際輪椅舞蹈大師職場指導 無線電視記者鄭熙年報導 這次中華略映報導員 正式中華略映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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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華大師 neatly中國略映報導 實際窗準備開設 東華略映 estudio 或振興外詠試中華略映訪 高开之后就收窄了去收市 上证指数今早就低开1.7% 开市时就3427 难怪港股较低一点 因为现在上证跌势稍为扩大 没有3400 最新是3355点 深证成分指数刚才低开2.9% 最新跌730点 本来内地股市今天有一个憧憬 因为在假期期间 那些劝商没有勤力 有些人不放假 都帮股民开户 在假期当中 新开户的股民 何时开始买卖 就不是昨天第一天服市 是今天才能入市 但是暂时看指数来说 即使有新股民这批的潜在动力 但是A股仍然低开之后 就再向低走 看看会有港股最新情况 排第一位是腾讯 股价仍然涨到 涨2% 447.6% 美团没有半成那么多 刚才高开5% 最新是涨3% 中心国际微升一毫子 升幅又是收窄 阿里巴巴升少了 升过8% 港交数升5.8% 346.6% 当然全部都升 但升少了 中国平安升1.5% 有邦涨1.5% 接近3% 进涨 有邦算是继续 不留意 美国债息 突然纳纳10年期去到4.05% 昨天说过 通常债息涨 间接都对有邦的股价有益压作用 虽然今早还未见到这个情况 比亚迪股分排第八位 股价升5.4% 小米升2.5% 1%升幅 恒指红正报9,500 新经济股也升 恒生科技指数应该可以了吧 最新是4824点 升128点 焦点股先看内房 昨天很多只回到两三成 今早有没有反弹? 有 其中一只小只是旭辉 以前民企都是代表之一 股价升了接近7% 龙湖较大一点 昨天回得急 今早也算是弹回6% 最新是13.76 大家看什么呢? 中央出了政策后 卖楼卖成怎样? 卖楼应该可以 根据摩根士丹尼最新的报告说 在十一黄金周期间 内地主要发展商 录得比预期好的销售 即是多少呢? 增长了3.9% 看黄金周这周 已经等于9月份销售86% 估计未来几个星期 在市场气氛改善下 强劲的销售是可以持续的 但大摩也带回头盔 内房股表现 也要看销售情况是否可以持续的 所以大摩的看法 仍然偏向保守的 再看看人工智能股 这类股份 当然有些大上大落 其中我们看上去 多数是一升 其中是鸿藤6088 它是台湾鸿海系的旗下 最新股价升7% 相当升4% 为什么提到这些人工智能相关股 野村有份报告 走到美国 了解到美国投资者 对于这些人工智能的发展 都是持价为乐观态度 另一个焦点是NVIDIA 如果大家昨晚有留意 大家很关心的人工智能 晶片龙头 昨天股价都不错 迫回到顶位附近 集团在星期二 美国为期三天有个人工智能的峰会 提到 将来整个全球 会见到越来多行业应用AI 即是发表乐观言论 另外 鸿海董事长接受彭博访问 就说 NVIDIA 其下来新一只 用Blackwell架构的晶片需求 达到疯狂的程度 其实昨天NVIDIA 在展示Blackwell的晶片 效率很好 所以股价都上升 不过今早有没有间接带动到 螢光幕这些 也算是有的 但不是只只只升 尾图是受压的 好了 顺便说行业发展公解 油股要看 因为看最新的新闻 就说真主党 都与头 说黎巴嫩可以和以色列谈一谈 所以大家憧憬 有没有机会停火 油价最新跌了3-4% 油股跟随向下 其中中海由上游 比较跟贴油价 最新跌幅跌得比较多 跌了超过2% 好了 那我们时间 应该还可以看金股 金价 如果大家有留意的 都知道 近期都是回落了金价 为什么呢 刚才说到债息上升 背后原因 大家说 美国经济数据强劲 减息的幅度 下周再说 各位早晨 我梁思齐 英国教育刊物太吾士高等教育 公布最新世界大学排名 本港五间大学排在头100位 最少三间排名上升 其中中大排第44 比上年上升9位 是中大在那个排名榜 推出以来最高的排名 成大位列80 比去年上升2位 浸大就由去年的301-350位之间 上升至251-300位 港大就排第35和去年一样 太阳市高等教育 根据五项指标 来定最新世界大学排名 包括教学、研究环境、研究质量、 产业和国际展望 今年全球115个地区 一共有2,092间大学上榜 比去年多大约180间 教育评议会提出 针对色灵学童人口持续下降 建议降低开班试门栏 嘉评会说入学人数不足情况严重 部分幼稚园倒闭 中小学出现缩班和停班潮 建议中学开班人数由25人降至23人 小学就由23人减至21人 并放宽观浚学校有关区域 并容许这些学校申请直接加入资助机制 又建议幼稚园增加津贴 协助修生困难的幼稚园渡过难关 教评会又说文憑士考生中 只有大约一成考生选考中史科 因为情况不理想 建议将中史科 纳入为必修科目但无需口核 借此增强文化情感和国家认同 内地7日国庆长假 全国有7亿6千万人次出行 消费超过7千亿人民币 入境旅客也明显上升 外交部表示会继续提升出入境便利措施 刚刚结束的国庆长假 内地多个景区见得最多的就是人山人海 文化和旅游报数据中心測算 假期期间全国有7亿6千5百万人次留在国内旅游 较去年国庆假期多5.9% 国内游客消费总金额大约7千0百亿人民币 按年升6.3% 当局形容民众出游意愿高涨 民旅消费力强劲 夜经济同样次热 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区 夜间的客流量达到9,686万人次 按年升超过2.5% 受惠签证和通关政策 面签国家范围扩大等因素 来中国旅行的游客也大幅增加 7日假期一共有1,309万人次出入境 日均有187万人次 其中外国旅客有101万4千人次 港澳台居民就有449万4千人次 按年分别多3成多和大约1成3 中国游的升温显示了中国的吸引力和开放的姿态 我们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来华旅行 欣赏美丽山河感知魅丽中国 外交部强调中国会继续提升出入境便利水平 无线电视记者曹嘉宁报导 近日内地股票户口开户人数大增 假期间的新开户口最快今日可以进行股票卖卖 根据中国结算安排 对于在今个月1日至8日提交申请的新开户证券户口 星期三开始可以用于交易 星期二晚部分券商向客户通知 说星期三银证转涨时间继续提前 例如东方财富说 最早提前在上午7点05分开始支持银证转涨 全塔北京八达岭长城近期推出无人机送外卖服务 可以订购的货品包括水和饭盒等 有旅客认为登长城的时候不需要自备凉水上山 可以感轻负担 十一国庆假期期间 八达岭长城景区迎来大批旅客 今年民众连凉水都不用带 就可以轻轻松松做好看 因为景区八月启用了全市第一条无人机物楼配送航线 每日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只要经应用程式订购餐点 饮品或者应急药物 无人机就会由山下的酒店送外卖去到长城指定位置被旅客命取 团队说黄金周的订单量比假期前一个星期多11倍以上 旅客又觉得怎样呢? 尤其是带小孩和老人的话 你肯定会拿很多东西 但是有了无人机这个配送的话 你就不用拿那些很必要的东西 还是长城本来就累了 背着饭 背着水 这次直接就可以点单到这边 在里边连歇着带等待 然后放上来的还是热乎的 就很方便 很快捷 服务供应商说旅客原本要走大约55分钟 去到山下买物资 用无人机5分钟就完成 无人机也会发生临时清洁工 帮警区把小量的垃圾混送到指定回收位置 北京市民旅局就公布 国庆假期期间有超过2100万人次旅客到访北京 旅游仲收入近269亿元人民币 分别按年增长近两成和大约一成一 两项数据都创下历史新高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仪报导 文汇报导 香港总共有263个岛序 不少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 历史遗产以及海鲜美食 对推动本港旅游业发展意义重大 工联会昨日公布探讨 尼岛海岛游发展调研考察报告 近五成七受访内地游客的外游目的 以放松身心和亲近大自然为主打旅程 相比起海鲜大餐 受访者更期待地道的当地小食 工联会认为 业界可以开拓尼岛游资源 优化深度游体验 吸引游客来多几次 星岛日报报导 今届政府自力为公营房屋居民提升幸福感 包括加强各类社福服务 房屋委员会向城市规划委员会提出申请 希望以被劃作公营房屋用地的元朗浪天苑及周边用地 可以进一步放宽建筑物高度和地质比率限制 以应付公屋社会福利设施的恩赐需求 对比原本获批的方案 新方案保持住宅单位数目不变 维持11,940火 主要变化是增建一栋非住用建筑物 用作商店和社福用途 又回来有另一节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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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阅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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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阅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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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阅10am